喔 它這邊有那個 指標欸 它是 叫我先去找工作做 喔 好酷喔 這什麼鬼 呵呵 這伺服器做得太用心了 最後十幾個人玩 我覺得太可惜了 太少了 應該多一點 歡迎收看minecraft當個充實神 我是納斯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畫面了 今天要來玩的是minecraft的一個伺服器喔 那這個伺服器的要求是1.16.1 而且它要裝一個O O開頭的一個 算是 有點類似光影模組的東西啦 那這個伺服器的這個網址呢 我會附在下方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就是它的解說 因為它會叫大家下載一個軟體 不是軟體啦 一個模組 你才可以進去遊戲伺服器中 享受一個比較正常的體驗 那那個伺服器的網址內呢 裡面也有IP 你們有興趣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伺服器的名稱就叫做 星月傳說 這個伺服器是一個RPG的伺服器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我們看過的動漫刀劍神魚 因為它裡面居然可以買房子 它不是社領地生存的那種房子喔 不是自己蓋喔 是它真的有一個城鎮裡面真的有房子 我看起來 我覺得我很有興趣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遊戲吧 Let's go OK 在遊戲開始之前呢 也記得幫我留下一個喜歡 那如果這個影片呢 在兩個禮拜內有五百個讚的話 五百個喜歡的話 那我就會發布下一集的影片 讓各位觀眾看 要在兩個禮拜內喔 超過兩個禮拜就沒有囉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一定要留下一個喜歡 我每次看啊 欸 觀看都有一兩千嘛 可是按讚的人數可能 不到一百個 對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留下個喜歡 讓我知道五百個讚 兩個禮拜內 我就PO出下一集的影片 然後下一集的影片呢 五百個讚 我就PO出再下一集的影片 好 各位觀眾 我們要來養成一個好習慣喔 要鼓勵大家多多按讚 多多留言 OK 進入遊戲之後 它叫我 問我要不要下載資源包 我們就直接按試吧 直接下載一波 好的 這邊是已經把資源包給下載完囉 大家可以看到遠方居然有一個人 拿著一個算是毛之類的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線上的玩家 目前是平日的禮拜五下午四點半喔 現在的玩家人數大概來到二十人 左右加上我二十一個 所以說不算是少欸 還算不錯 希望未來可以滿多玩家來玩的喔 好啦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準備接任務啦 然後 這邊是什麼 新手指導員 喔 好酷喔 任務報酬 新手禮包 右鍵接受 呃 確認 然後呢 喔 它開始講了 嗯哼 什麼 呃 你好 任務模式 繼續 好啦 我們右邊會有那個新手教學的任務 然後會告訴我們要幹嘛 然後地板上有箭頭欸 還蠻酷的 這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 喔 這個是砍伐區喔 喔 它在這邊可以獲得 等一下 喔 我有 喔 再等待 喔 它會有下面那個綠色的 跑完我就可以拿到 木頭了是不是 喔 喔 有 這邊拿到橡木了 OK OK 這邊 它這個烹飪界面是要我用啤酒給它喔 這邊 初級火爐 這有點像是模組的東西啊 然後它啤酒要四個小麥 我們這邊要先去蒐集小麥喔 OK 我們這邊要合成一個啤酒 不過 欸 我看一下 右鍵可以看更多資訊 啤酒它 它 喔 生命恢復5 持續10秒 然後會獲得 眩暈 就暈眩啦 然後持續5秒 欸 這做得還蠻寫實 然後會獲得飽和 持續5秒 這是可能吃飽之類的概念吧 我們這就是要做一個 重劍具象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資訊好了 它的傷害是40等級限制3等 我現在才1等而已吧 然後攻擊速度1.6 然後Shift加右鍵列地盞 它有技能欸 Shift加右鍵 好酷喔 然後自身發出3次的地增的這個衝擊波 OK 我們來看一下 拿在手上 欸 真的還蠻帥的 只是被旁邊的那個任務的那個 圖 圖示給蓋住 這圖示也太長了吧 讚了 大家看畫面的1 3 這個是不是看要把它往下擠一點啊 然後還蠻酷的 OK 我們首先先來試一下 我們新手的初心者大劍的技能好了 看起來不像大劍啊 就算一般的小劍了 唉唷 哇 哇 有特效欸 真的有特效 那長矛呢 長矛是直接貼近攻擊 飛越啊 那我們的戰斧呢 戰斧是重踏 然後我們的法杖看一下 這聲音有點噁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這個地圖了嗎 線上地圖 看到了嗎 各位觀眾 為什麼我會選擇來玩這個伺服器 你看一下這地圖有多大 這地圖 我以往玩過了兩個很大型的RPG伺服器啦 這個至於名稱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你是看我麥塊長大的話應該知道 然後他們的地圖其實也算是大 可是沒有到大到這麼誇張 大家可以看到這地點應該少說有將近二十幾個城鎮區域之類的喔 而且看到最上面海邊也有區域啊 再來就是我玩這個伺服器最大的目的 也不是說目的啊 就是最大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就是房屋系統 它這邊每個城鎮呢 都會設立這個房屋給玩家購買 而且房屋是永久擁有的 然後價錢是比較貴 它這個是房屋是幹嘛用的 可以讓你有更多的儲物空間 而且我聽說有些房屋 有點類似別墅會很漂亮 啊有些房屋是比較有點普通有點像套房之類的 然後你還可以把房屋轉讓給其他玩家喔 蠻酷的 喔唷 有音樂 哇賽 好酷喔 好像在玩風之故啊 我這邊有那個指標欸 它是叫我先去找工作做 喔 好酷喔 這什麼鬼 哈哈 這伺服器做得太用心了 只有20幾個人 玩我覺得太可惜了 太少了 應該多一點 唉唷 什麼哥布林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打怪是什麼 喔正常的打怪喔 喔 所以我是一樣左鍵左鍵打就可以了 等一下想要試一下長矛的攻擊啊 前面還有前面還有 來喔來喔 欸 喂 它這個是衝刺但是沒有傷害的感覺 等一下 那我用一下法杖看看 傷害感覺不高 法杖的傷害不太高 好 OK各位觀眾 這個伺服器我目前就先玩到這邊喔 因為我剛剛其實解了一下 一個 新手村的支線任務 然後這邊解到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的等級 我現在已經兩等了 對 但是這個新手 應該說這個支線任務呢 一整個系列大概要來回跑一陣子 我大概花了大概 差不多有十分鐘左右喔 然後我現在已經賺了三千三百塊的金幣了 對 金錢啦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支線任務也蠻需要解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什麼烹飪熟練度啊 可能是到時候烹飪東西也可以用這樣 然後途中呢我打了一隻 對打了一兩隻雞 然後它掉了雞蛋 然後它居然有素材 然後羽毛啊 然後雞肉啊還蠻酷的 到時候可以應該可以拿來做食物 駭雞就是這旁邊這個 第一級的雞 沒錯 就這隻小雞啊 欸不要跑 你要去哪裡 欸等一下過來 欸不要動 OK 總之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先暫時到這裡結束 大家喜歡我玩這個伺服器嗎 如果喜歡希望我可以繼續玩下去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留下一個喜歡讓我知道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全部通知 這樣子在我下次發布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通知 就可以知道我發布影片 然後趕快來看了這樣 然後我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加到至少上九點 記得準時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集的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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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